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周永康因贪腐落马了 据中国媒体透露 他的许多违纪行为 多和他当年在政法委 四川省公安和石油系统当领导时有关 而且诸多的罪行中 还包括许多裙带关系 及其家人的贪腐无度的行为 这次中共正式宣布董周永康之后 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评论 其中8月1号的一篇名为 党籍国法不容为逆的文章中说 党员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 带头遵纪守法 而且要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 党内绝不能搞封妻因子 封建衣服的那一套 封妻因子就是指当官为家人谋福利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在中国政坛中 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呢 中国有没有可能杜绝裙带腐败呢 好的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一位呢是人在普林斯顿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 程晓农博士 程博士呢通过视频 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 程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们 演播室的哈佛大学的 社会学博士 龚小夏女士 小夏您好 你好 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热线 已经开通了 请您现在就拨打40012051 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再说一遍是400120551 好 欣欣 你刚提到这个风气阴子 风剑衣服 那么这个中文抗线倒了 现在一下子 除了他以外 他一家子人 现在全都推到了这个前台 是不是 那么我们首先呢 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了 以前中国俗话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成功女人 现在是每一个落马贪官的背后 都有一大堆一个窝案 那么我们首先呢 想请程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 这么大规模的这种群带腐败 它的根源 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这个群带腐败的历史根源 可以讲 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能找到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那儿 还有理论根据 所谓意识形态 那就是共产党经常宣传的 打江山坐江山 红色江山带带船 带带船就是全带关系 就是按把江山传给下一代 而这个所谓的理论根据 指的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之前 提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真实的含义 就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 必须传给他们的儿辈 所以他们的子女 在那个时候 还在念中小学的时候 共产党就赋予他们特权了 而且这个特权是加上了 革命意识形态的帽子 显得冠冕堂皇 但根子里 它就是中国农民造反打江山的 一种观念的体现 那么实际上呢 中国的这个特权腐败 并不是改革以后才有 改革之前文革时期就有 文革时期当时有三大特权腐败 其中两大与这个裙带腐败有关 所谓三大 第一个是这个军队大院的子弟 逃避上山下乡 直接通过走后门 安排进军队当兵 第二个腐败是通过推荐 工农民学员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军队的子弟 进入大学 第三个腐败就是军队的高干 玩弄女护士和招待所女服务员 那么这三项后来都在现代中国社会 得到了充分的延伸 但是前两项充分体现了中国所谓的裙带关系 到了八十年代 大概刚开始中国就通过裙带关系 开始安排高干子弟 比方讲邓小平安排他的女儿邓荣 直接担任师级干部 陈云安排他儿子陈元 大从一个技术员直接升局级干部 那么习近平本人也是 大从清华大学出来就直接安排 当初级干部 所以这样一些安排 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高层 从骨子里就认为江山是他们儿女的 职位安排是天经地义的 在他们看来裙带腐败 就是共产党的吸引各级干部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好的 谢谢陈博士 因为刚才陈博士跟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下 中共的所谓裙带腐败的这样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 那么等一下再向公小夏博士来提问题 我们现在要插播一个消息 插播一个对话 就是我们现在联系上了中国当局 刚刚逮捕起诉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 图贺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名的这个事情和刘晓元律师进行对话 请刘晓元律师来谈一谈伊利哈姆现在的这个案子的最新的这个情况 刘律师您好 您好 请介绍一下您所得到的这个图贺提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7月30号新华社发了个消息 刘晓元律师来谈一下说负责这个案件的刑事行办第一厅的工作人员 我们说上午法院的法官要全体法院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官还要开会 那我们下午去 然后我们下午到了以后一直联系不上法官包括书记员等工作人员 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后面打到法院的基检监查了投诉电话 这个情况下他们才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 把我们带到法院的办公大楼 见到负责这个案件的一个副院长 那么副院长告诉我们具体负责行李伊利哈姆案件的刑事行办第一厅 那个副庭长他是到外地去参加一个会议了 可能出差要五天以后才能回来 他就说那么律师要越卷 那有位那个副庭长不在 可能越不了 然后经过我们的交涉 他修下了我们的修权委托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是到了 新疆维吾尔知识区看游所 新请会见伊利阿姆 那么会见倒是非常逊逆 只是不允许我们带手机 公文包也不能带进去 那么我见到了大概10点20左右 见到了伊利阿姆 那么伊利阿姆说7月30号晚上 大概7点多钟法院是给他把那个案件的起诉书 因为案件起诉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以后 法院就要及时将起诉书送给被告人 他说已经收到了 他对这些指控他认为特别 这些指控主要是他原来办了 维吾尔在线还有维吾尔论坛 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或者翻译的短载的 还有自己写的 认为这些文章是有分立 煽动分立国家的一些联论 他认为有些文章可能 他自己说是有些文章的业意 是包括他也 以及以前继续媒体的采访 认为可能歪曲了他的原因 他自己始终在会见三个小时 始终说他是一贯反对国家分立的 反对暴力 反对煽动民族仇恨 他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特别是围族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对社会公共事件 以及政治 时事政治的关注 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当然特别是他关注新疆的 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 刘律师 对不起 打断您一下 因为我们这是在大家谈的时间里面 插播这个东西 那他指控他是七个方面 但主要还是文章方面 他认为是不够 没有分离国家犯罪的官方 故意是没有的 他自己 好 刘律师 刘律师打断您一下 还有两个很快的问题 请您简短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刚刚讲到这个图贺提 对他被控分裂国家罪的反应 您刚已经介绍了 第一呢 就是您打算怎么样 给他进行辩护 第二呢 您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 请您一道做答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觉得 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权利 基本权利 有没有被体现出来 就是说 你这个代理的权利 是不是完备 请讲一下 我是还没有看到了案件材料 因为我是现在 这个阶段 案件到了疫情阶段 我才介绍 那么刚才也说了 法官不在家 没有看到案件材料 我们现在是听到了伊利哈末的一方面的一个陈述 所以据后会做什么样的辩护 现在我是还不能 还在思考的 你必须要看到案件材料来 那么作为我介绍这个案件 我感觉是我个人的介绍 还是比较逊励 刚才说了 虽然昨天说法院是拆了 但今天一会见 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的官色 会见了三个多小时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自己也确实 他自己说没有和什么西方的那些 东突势力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他自己承受的 好的 我想这些还是说一个联论方面的事情 先有证据来看 是 刘律师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提供这个有关伊利哈木 土贺提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 也会及时地跟进这个案子的审理的状况 非常感谢您 刘律师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 再见 好 谢谢您 刚才我们为大家插播了一下 关于维吾尔的知识分子伊利哈木 土贺提就是新疆维吾尔在线的 这样一个主办人 现在被中国方面 控以这个国家分裂罪行 我们连线了这个刘晓元历史 介绍了一下他当前的这个状况 我们接下来再回到现在这个话题 关上夏博士 刚才呢 程晓农博士谈到了 中共在这个群带腐败方面的 这方面的一个严格 但是呢 您看到最近这个习近平打贪打腐呢 带出来了这个刚才 星星也讲到了 就不能这个封锡因子这方面的事情 这是关于周小 周永康的这个事情 那么其他的这些官员的 家族的这些成员 有没有也曝露出来一些 这些相关的这种 类似这样子的群带的问题出来 大概中国没有的是少数 基本上都是有的 我要接着 刚才晓农说的话 他说的非常有意思 我想接的一个话是什么 那就是说 中共就是建国以后 他的意识形态是平等主义 是等等等等 宣扬很多 他不是没有这个皇朝继承制 是不是 但是你要看看 中共在所有那种 所谓平等主义的 这种 这种 这些口号 比如现在很多人怀念毛的文革 说文革那时候都很平等 文革怎么很平等 文革这种 比如把学校都关了门的时候 最后像工农兵学院那种事情 就完全是由他们个人掌控 而且把他们的孩子都送到大学里去了 我们也看到这是 这是他们对权 不光是中共的 对中共的垄断 跟过去的封建王朝比起来 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他们对经济资源 对社会资源 对心理资源 全部都是垄断了的 所以你看伊利哈姆这个情况 他就是完全就是被 就是中共垄断 你连说也不能说 连想也不能想 对 权力都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资源全部被垄断 是的 欣欣 程博士 我们最近看到 就是在周永康被打之前 还有一个就是令计划的家人 令计划的家人 也是出现了不少的状况 六月份是令政策 他的哥哥 那么七月份是他的妹夫 王健康被带走调查 那您觉得包括中永康案 包括令计划的家人 您觉得这是习近平 向裙带腐败宣战的 一个信号吗 郑博士 我觉得不是 如果要宣战 向裙带腐败宣战 我想其实从中共的 这个文件用语就能开始 我们都知道 中国文件用语里 有个很重要的词汇 叫做享受什么什么 集待遇 就是享受局级待遇 享受军级待遇 享受离休待遇等等 这个享受和待遇 本身就是特权 而享受这两个字 本身又给出了 这个特权的特点 那就是打江山做江山 然后给你特权 如果是要反裙带腐败 那么首先就从这个特权开始 是不是应该按照共产党宣言 按照共产党党章 把这个否定了 当然习近平不肯做这件事 反裙带最容易一个办法 那就是民主制度 在制度上进行反腐败 是吗 对 我现在还要指出一点 就是中纪委刚宣布建立网站的时候 王岐生刚上任的时候 我是最早去看了这个网站 当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没有其他最新文件登出来的时候 登的是1985年的一个文件 文件的内容 登在这个当时 关于反腐败的一批文件的第一条 文件内容是我们现在谈的 禁止党政干部的子女经商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看中纪委网站 王岐山同志领导下的这中纪委 把这个文件给删掉了 如果说他真要反裙带腐败 那么王岐山同志应该第一 先把这个文件恢复 登在网站上 第二 在人民日报重申 第三 全党开始追究这个问题 这个还牵扯 对 文件都要把它删掉 不敢登出来 还谈什么反裙带腐败呢 是 这个还牵扯到就比如说 纽约时报登的这个 温家宝家族这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在中国的内部 是一个禁止的 这个它部是一个禁止的话题 是吧 如果要真的要反裙带腐败的话 如果他的家族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应该公开化 你怎么看这是 我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一刀切禁止 他们家属经商 如果是一个市场化社会的话呢 这也是就是说 从法律上说不过来的 但是呢 就是你应该就对这个 整个什么能经商 什么能致富 这些资源本身 要看得特别紧 比如我就是在美国这边 美国的那个 咱们就拿国会说吧 不但他们的子女可以经商 他们本人也可以经商 但是如果一旦发现 你利用任何权力经商的话 这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 这个界限会不会很模糊 界限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 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界限中 关键是一个监督机制 是不是 你这么做了 但是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里 你是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监督的 那么在中国这个情况下 你说那些从军队子弟经商 开始军队 他们你是在保利公司 你是有什么竞争吧 就中国这些大公司 你说电信垄断 有什么竞争吧 高干子弟都进去了 他们是依靠垄断 来经商来致富的 而真正的市场经济 是不应该有垄断这种情况的 那我们讲到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 已经打电话了 想要参与这个讨论 我们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或者网友的电话 广东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请讲 我说那个周永康啊 那个秦败腐败啊 整个中国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呢 那中共啊 那些人呢 那当官的那些头脑啊 全部都是脑残的 如果不是脑残呢 你想象一下那些几百万 几千亿 拿来干什么啊 你如果那些人是想到你的小孩啊 你的儿子不是那个小孩 你拿那么多天天的干啥 吃不了 再败不走 好的 谢谢黄先生 我们大概清楚您的观点了 现在再听一下安徽王先生电话 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 谢谢 好 我先发表个意见 我就说一下 就是将那个 群的腐败 中国一来在世界上 腐败是最严重的 就是 不是罗赫的 就是腐败是最严重的 虽然两个老虎 徐贤后 周永康逮住了 但是还有更大的老虎 打不打 还是看不看 习近平有这个胆量 那就是江泽民和李鹏 好 谢谢王先生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人也讨论 我们就先接这两个电话 请陈先生 陈博士 您谈一下对两个 听众或者观众 发表这个意见的看法 我觉得关于群态腐败 中国的民众 特别是这样的听众的方言 很清楚地表明了大家的观察 应该讲 瞒不过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 所以 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很多老百姓 一看戏的心态 在看这个 这个习近平打大老虎 原因就是他们觉得 满山遍野全是老虎 吴松就一个 而且这吴松自己 和老虎原来也是一家人 对 这个谈到这个满山遍野都是老虎 我们今天看到人民网上有篇文章讲到 这个大老虎们要联手反扑 是不是有这个老虎紧喷的这个现象 他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 或者是 他反扑也不是用这种 就是把你拉下台 政变的方式反扑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 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那么现在当然是 因为贪腐太多 就是有笑话不是说吗 说这个官拿起来 挨一个枪壁有冤枉的 隔一个枪壁一个有漏枉的 那么所以就人 因为太多 那么现在往事 我们也能看很多外界消息 现在基本上能证实很多 比如说李鹏家族 李小林 他凭什么挣那么多钱 他凭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个凭什么 这是一个 他穿得很好 不是 他就是很多钱 这个他自己也没否认过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些就是这些大老虎 就这些人的贪腐 就全部成了现在中央洗手里的把柄 也就是说要挑着你打呢 还是能打的 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反扑 据我对中共一贯整人的办法来看 如果是毛泽东那种 传下的那一套整人方式 基本上是联合反扑不了的 你记不记得1967年 有过一次所谓二月逆流 他们那个军方想一起反扑 也没反扑成 所以这个专制体制 有一个内在的这种逻辑 想天天程晓龙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这些大老虎 有没有可能联手反扑呢 我在上个星期的 《时事大家谈》里 谈到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 中国的这个干部控制体制 是延续了苏联 克格勃的那套体制 它是主要靠安全系统在控制 换句话讲 干部的所作所为 都在国家安全部的控制方位内 据我所知 中国国家安全部设立了全国所有干部的档案 甚至包括江泽民本人的档案 所以他们的日常监控 可以做到这些干部的一言一行 都落在特务系统的监控中 比方讲当年江西省长胡长青 之所以落网 其实仅仅是他的一个国际电话 我不知道这个省长 为什么犯了糊涂 跟他儿子打国际长途 说了一句说 共产党长不了了 我快到美国去了 就这一句话下台了 进了牢房 所以如果当官的想串联 那是找死 好的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方面 其实大家这个观点 还是有一些相左的 比如说华尔街日报 有一篇文章说 周永康打破了 周永康这个案子 打破了布查干部 高干子女的所谓的潜规则 但是有媒体报道说 习近平又给所谓江家 胡家还有李家发了什么 面叉 免死金牌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小夏 这些事情都是猜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中共发出的免死 就任何时候发出的 任何免死金牌 包括毛当时的进口语言 什么时候真正实践过 所以现在这里打不开 我本来想打开一个 网页 一个报道给大家看 因为有一位记者 就正好进到中纪委的审查总部 你一看这里头 你给人一种非常森严的感觉 就是说 这中共是非常善于审人的 我觉得当年是 就是很多苏联 就是不光是中国 苏联他们克格勃那一套下来 就那一套系统下来的时候 基本上干部都进去都盯不住 所有人都会什么都招 所以这个所谓免不免死 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说而已 但真正要整到谁头上 你想当初像刘少奇 邓小平 他们都是所谓革命年代过来 经过考验的 全部都要认错 所以是上层最终达成了 这样一个妥协 就是说把周永康 现在要抛出去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听一下 这个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云南周先生 请简短发言 你好 这个中共闹革命的时候 它那套理想倒是挺好的 但是到了今天的话 完全是变位了 完全变位了 现在一个小县城 那个裙带关系都不得了 你要当个科长什么 你父母不是那个县长之类的 都很困难 反正都有这一系列的这种 遗憾的是中共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太糟糕 太腐败了 也就文化造成了这种 所以中国搞民主 确实困难就是有 好 谢谢周先生 张恩生认为 这个是中国的文化方面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一块来作答 我们再听一下广东李先生电话 李先生您简短发言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刚我是听到那位陈博士说到 说像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 是一个群态腐败的关系 那我有一点就是说 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观念 你好像就是台湾的蒋先生也一样 那这不是他死后 他也把位置存给他儿子了 那么我觉得说 应该又制止这种观念的话 那可能还是又依法靠这个 民主体制这样的来 好的 广东李先生 谢谢您打电话来发表您的这个看法 陈博士 既然刚才我们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上个星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谈到了这个毛岸英的这个事情 这个毛岸英就是说 如果要毛岸英不死的话 在这个朝鲜战争不死的话 毛泽东会不会把这个江山 就传给了毛岸英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刚才陈博士也讲到说 现在就是打江山做江山革命 江山要代代船要往下船 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愿 陈博士您谈一下 倒不见得是要传给他自己的子嗣 是不是要传给这个 红色江山 打下红色江山的这些人的后代 共产党的革命呢 是造了一群皇帝 而不是一个皇帝 所以对他们看来 这红色家族 红二代 他们是一个群体 所谓的江山代代船 他们不是传在那一家手里头 那样的话 在红二代里面就摆不平 但是呢 只要不传到红二代以外的人手里 他们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实际上 他们对胡锦涛的不满 就是一个主子对奴才的不满 觉得你们不过是 我们主子 红二代们 红色家族们 找来替我们看家的一个管家 你居然把这家管得希腊 现在习近平 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 体现和代表着 红二代们的集体意志 虽然红二代们里面 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这种局面 是不是能够再传承下去 我对此是非常怀疑的 因为实际上 共产党的真正问题 不在于他想不想江山代代船 而是这江山能够延续多久 如果江山不在了 他传什么呢 好 最后我们只有大概30秒的时间 请小夏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吗 其实我要回应一下 刚才那位先生说的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我觉得任何国家传统文化 因为这个旧的体制下来 它都有这个传给自己家人的一个传统 实际上最后后来 现代民主政治所克服的 不是 是不是 有人会愿不愿意传给自己家族 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 来防止这一点 而中共恰恰就是没有这个机制 好的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另外的话题 跟这个也相关的 好 时间关系 关于中国政坛群带腐败的讨论 就告一段落了 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案和麦克唐纳案 是否都是夫人惹的祸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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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